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执行长塔特基辛格Pat Delzinger,9月中旬向员工发表了一份备忘录。 概述第二季惨淡财报发表后,英特尔试图在困境中力挽狂澜的一系列措施。 如英特尔计划将晶圆代工业务转为独立部门并允许外部融资,将为亚马逊AW6S代工Intel 18A制程以上的AI晶片。 在此背景之下,这家美国晶片制造商巨头突涨超6%至每股20.91美元,盘后飙超8%,但是近年以来,该公司股价已累计下跌58%。 从具体举措来看,英特尔拟将代工业务转为此公司。 实际上,此前已经有不少媒体给出了相关讯息。 这次算是英特尔正式计划将晶圆代工业务转为独立部门并允许外部融资,执行长寄星格称。 代工业务为其他客户制造晶片,该业务严重拖累整体利润。 公司过去两年,在该业务上的支出约为250亿美元。 他补充,英特尔也依应市场需求暂停其在波兰和德国的晶圆厂建设,并取消其马来西亚工厂的计划。 不过其表示,美国的制造专案将不受影响,仍致力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俄亥俄州扩张业务。 2021年,季辛格为英特尔发起了一场大胆的付出行动,但为了提高效率,他不得不缩减部分计划。 随着销售额下降和亏损不断增加,该公司8月宣布计划裁员1.5万人,节省100亿美元成本,并暂停派发股息。 现在,他正在进一步控制扩张计划,尤其是海外扩张计划。 英特尔表示,波兰和德国的建设专案将暂停约两年,具体取决于市场需求。 马来西亚的另一个建设专案也将完工,但只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投入营业。 另外,英特尔还扩大与亚马逊晶圆合作。 据了解,英特尔为亚马逊代工EI晶片,双方就产品和晶圆达成数年的合作框架。 亚马逊AWS部门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客户,向英特尔支付设计服务和晶圆代工费用。 英特尔表示,将在俄亥俄州目前正在建造的工厂进行最先进晶圆代工,包括用于AWS的AI晶片。 基辛格称,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他们身上,需要全力以赴,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执行得更好。 因为这是让批判者安静下来,并实现结果的唯一方法。 基辛格表示,这次将亚马逊网络服务AWS作为该公司制造业务的客户, 这可能会给美国在建的新工厂带来工作,并加大它扭转这家陷入困境的晶片制造商的努力。 据英特尔9月中旬发表的一份声明称,英特尔和AWS将在一个多年数十亿美元的框架内 共同投资开发一种用于人工智慧AI运算的客制化半导体,即所谓的Fabric Chip。 这项工作将依赖于英特尔的18a工艺,这是一种先进的晶片制造技术。 这一消息是此前英特尔召开的关键董事会会议后发表的一系列公告的一部分。 亚马逊网络服务AWS是最大的云端运算提供商,它可以帮助英特尔树立信心, 与代工领导者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等公司竞争。 AWS多年来一直使用英特尔处理器,但以更多的转向内部设计,英特尔现在可能帮助生产这些产品。 另一家大型云端运算提供商微软公司今年2月也宣布计划在其部分内部晶片中使用英特尔。 另一个变化是,英特尔的代工业务IFS将进一步与公司其他部门分离,成为一家全资子公司。 此举部分目的是让其中一些,与英特尔存在竞争的潜在客户相信,他们正在与一家独立供应商打交道。 基辛格表示,他需要很多客户,但关于如何成为一家代工厂,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海外媒体报道称,这家晶片制造商正在积极重新评估其制造计划。 虽然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知情人士早些时候表示,英特尔更有可能推迟或终止美国以外的专案。 英特尔一直在努力说服潜在客户如辉达和Liam D相信其产品能力。 据报道,美国商务部长Gina Vimondo曾鼓励这两家公司考虑在英特尔正在俄亥俄州建设的工厂进行生产,但目前他们都没有计划。 尽管英特尔宣布,包括微软等公司正在探索利用英特尔生产晶片设计的响打。 然而,这些努力尚未带来大额订单或显著的收入。 即便如此,英特尔还是获得一个重大胜利,那就是它有资格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用于生产军用晶片。 英特尔已经确认获得高达30亿美元美国联邦补助的资格,用于开发微电子安全飞滴。 微电子是各种武器系统和其他国家安全产品的关键组成部分。 英特尔联邦总裁兼总经理Chris George表示,这凸显英特尔与美国政府的共同承诺, 即加强美国本土半导体供应链,并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微电子系统和工艺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英特尔今年一直表现不佳。 到目前为止,该股迄今狂跌约56.2%,是标准土耳5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 市场分析,确实很难猜测这是否足以让英特尔摆脱目前的困境,但如果它能取得任何进展,那也不会一蹴可及,可能需要在两年、五年甚至十年后,回来看看这个策略是否得到了回报。 据知情人士透露,与美国官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后,英特尔公司已正式获得高达35亿美元的联邦补助,用于为五角大厦制造半导体。 这个名为安全飞地Secure Enclave的专案,旨在为应用于军事和情报的先进晶片建立生产基地。 该专案涉及多个州,包括亚利桑纳州的一家制造工厂。 尽管英特尔一直是获得这一补助的领导者,但其他晶片制造商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美国也担心依赖一家公司是否明智,多个机构和国会之间的资金争夺战可能会削减英特尔的总补助。 今年3月,根据美国晶片法案,英特尔获得了85亿美元的拨款和110亿美元的贷款。 该法案是拜登总统于2022年签署的,旨在振兴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减少对亚洲的依赖。 英特尔仍在就更广泛的激励计划进行谈判,该计划旨在支持其在亚利桑纳州、俄亥俄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的工厂。 与其他晶片法案获利者一样,英特尔尚未收到任何资金,其资金发放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 安全飞地的资金同样来自由美国商务部管理的晶片法案补助专案,但在早些时候,关于该机构负责的问题发生争议后,该资金并未通过标准的申请流程处理。 英特尔、商务部和五角大厦均拒绝置评。 不过,安全飞地协议的达成表明,尽管英特尔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美国政府仍信任该公司能够执行五角大厦的计划。 总体来看,一切导火索就是今年8月,英特尔发表了一份糟糕的财报和营收预测,导致股价暴跌, 并削弱了外界对其执行长帕特基辛格雄心勃勃的扭盔计划的信心,该计划依赖于全球范围内的工厂投资。 但现在能否逆风翻盘,变数还是相当的大。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